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賴正棟老師 在知道這個空間中的平面之後 接下來要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是 我們如何利用怠速的方式 將平面的方程式給算出來 那今天要算出平面的方程式之前 老师要跟各位同学先探讨一下 我们如何用条件 比如说我们要用几个条件 去描述出空间中一个平面的确切的一个位置 那首先我们要讲的这个单元 就是平面的法向量 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以前我们在这个平面坐标系里面 我们当然有学过平面上的直线 那我们如何在一个平面坐标系里面 去确切的去描述一条直线 它的位置在哪里 它的倾斜的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怎么去描述的 我们来复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描述平面上一条直线 我们要知道的条件是 你这条直线L 它的倾斜状况是什么 那比如说在一个画面上 它是左下右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倾斜的方式 那我们怎么去描述 再来当倾斜的方式跟你讲了之后 其实这一条直线并还没有确定它在哪里 所以我们还要在另外第二个条件就是 你还要跟我讲直线L 它会通过哪一个定点 如果我们知道它通过的哪一个定点 比如说它通过定点A 那我们就已经有这两个条件 可以知道直线L的确切的一个位置 跟它的倾斜的方式 那我们在描述平面上直线的倾斜的方法 到底有哪些方式呢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好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斜率 我们可以用直线的斜率来描述平面上直线倾斜的一个情况 那斜率的这个计算方式就是在直线L上我们随便取两点 那这两点我们就可以得到它们的X座标差跟Y座标差 而X座标差分之Y座标差 它就会是我们所定义出来的斜率 所以第一个斜率可以来描述直线倾斜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在我们学到向量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方向向量来描述直线的倾斜方式 那方向向量是什么意思呢 一样我们在直线上随便取向E的AB两点 而这两点我们就可以形成了一个向量 比如说画面所决定的是AB向量 那这个AB向量也就是U向量 其实它就会跟直线L平行 那它就是所谓的方向向量 那它也可以决定直线L的倾斜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法向量 那法向量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向量要跟直线L互相垂直 所以我今天一旦知道 我平面上的一条直线 它的法向量N向量给你了 你也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倾斜的 因为它要跟法向量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有几种去描述这个直线倾斜的一个方式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要来描述空间中一个平面 我们如何去描述已知的平面 我们要用几个条件来描述 是现在我们要谈论的一个主题 那但第一个 这个跟类似于刚刚平面中的直线一样 我们也是要去描述 这个空间中的平面 它是如何去倾斜的 这是第一个 那比如说在这个画面上呈现三种不同的平面的倾斜方式 那等一下我们要介绍如何去描述它的倾斜方式 要怎么去做一个说明 那描述完了平面的倾斜方式之后 比如说它今天是这一个类型的倾斜方式 这个时候相同的 我们还是不能确定 确切的平面是哪一个 所以我们还要再加上第二个条件 也就是平面一通过哪一个定点 那比如说我今天已经知道 平面一的倾斜方式是这一类型的 而且它通过A点 那我们就可以确切的去描述出 我的平面一就是白色的这个平面 这样就可以描述出这个空间中的平面了 好 那由刚刚的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描述出 空间中的一个平面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细分 我们如何去描述平面倾斜的一个状况 怎么样去描述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探究一 平面与直线的关系 那第一个问题 空间中与已知直线L平行的平面 那可不可以确定它的倾斜的情况呢 也就是说我今天空间中给你一条直线L 那你有没有办法跟我讲 跟这条直线L平行的平面 它的倾斜的方式是什么呢 那由这边的例子我们来看 假设我直线L是黄色的这条直线 那我可以看出跟它平行的 这一个平面的倾斜状况吗 那我们现在就要透过这个Geo Algebra 我们来看一下空间中跟一条直线平行的平面 它的倾斜状况可不可以被唯一决定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画面上 直线L是黄色的这条直线 那这个是空间中的一条直线 那这边有一个立方体 那今天空间中与黄色这条L直线平行的平面 那它倾斜的方式能不能确定呢 我们来看 比如说今天这个ADHE的平面 它其实跟L也是平行的 不相交 那它并不代表 是不是平面就是倾斜成这个样子呢 当然在画面上好像是一个牵直的平面 可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绿色的 绿色的ABFE平面 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直线L平行呢 所以明显的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跟直线L平行的平面 它所倾斜的方式并不见得一样 甚至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对角的相对的平面 相对的两个边的所决定的平面 BDHF 也就是紫色的这个平面 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直线L 互相平行不相交呢 当然也是 所以在这个动画所呈现的是 空间中如果给一条直线L 那与它平行的平面 它所倾斜的方式呢 并不能唯一的确定 在这边呢 请同学可能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好 谢谢 好 那由刚刚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 我们会发现 今天空间中如果给一条直线 那与它平行的平面 实在太多种形态了 所以不能够确定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那今天如果空间中的直线L给你 那我要问你的是 空间中与直线L垂直的平面 它倾斜的方式可不可以确定 譬如说我今天空间中的直线 就是这条黄色的L 那跟这条黄色的直线L垂直的平面 它的倾斜的方式 可不可以被唯一确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George Bar的呈现 好 那接下来呢 如果空间中跟一条 已知直线垂直的平面 它的倾斜状况可不可以确定呢 好 我们来看 现在有一条直线L黄色的直线 那你看在这个立方体呢 我们看一下 绿色这个平面其实呢就是跟L垂直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这个垂直的结果呢 是不是它的倾斜方式就唯一决定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平面 好 上面的这个平面呢 紫色的平面 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它跟L互相垂直 所以呢 其实我们知道 空间中如果与一条直线垂直的平面 它们倾斜的方式其实就被确定了 好 以上谢谢 好 那看完之后呢 由刚刚的这个George Bar呢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垂直于空间中一条直线L 那这个平面倾斜的方式 真的就被唯一确定了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如果继续 在直线L取相依两点AB 好 那这个时候呢 AB之间就得到了一个向量 比如说我们叫做AB向量 那这个AB向量呢 当然就会是直线L的一个方向向量 好 那此时 因为我们知道直线L跟平面E 它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说 AB向量它也可以垂直平面E 好 于是呢这个时候 AB向量垂直平面E 我们就称AB向量是平面E的法向量 这个新的名词就出来了 平面的法向量 平面的法向量就是跟这个平面垂直的一个向量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今天刚说的AB向量是平面E的法向量 对不对 我们现在考虑AB向量的一个系数机 也就是R倍 R不等于0 这样子的向量跟平面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同学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我们的R大于0 R大于0那R倍的AB向量 跟AB向量的方向是同方向的 只是长度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的R如果是小于0 那R倍的AB向量跟我们的AB向量 其实只是方向相反 当然它的长度也会有所不同 但是不管你是R大于0或者是R小于0 我们都会发现它都会跟AB向量平行 而AB向量会垂直平面E 所以R倍的AB向量也都会垂直平面E 所以在这边只是要跟各位同学讲 一个平面的法向量它并不为E 也就是说你如果找到某一个向量是跟平面垂直 那它就是其中一个法向量 它乘上不为0的R倍都会是平面的法向量 好 那我们来重点归纳一下 今天假设非0向量N向量是平面E的一个法向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一个N向量一定会垂直平面E 第二个R倍的N向量也都会是平面E的法向量 当然我们的系数R不能等于0 好 第三个如果我们的V向量是平面E上的任何一个向量 那这个V向量也都会跟法向量N向量垂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立体演练 这个立体是说请问下列哪些向量可以是XY平面的法向量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XY平面 我们以一个正立方体当作一个参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这个正立方体的这一个边场是E 那么我们的OA向量就会是001 那O点是原点 那这个时候呢 OA向量就会是平面XY平面的一个法向量嘛 那于是K倍的OA向量 它也都会是法向量 只要K不等于0 所以我们在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只要看看哪些选项的向量的坐标 会是OA向量的K倍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个选项K是1 然后第三个选项K是-3 就只有这两个选项会是这个K不等于0 所以1、3都会是法向量 好 以上呢就是老师为各位同学介绍的平面的法向量 那它可以决定平面倾斜的方式 那之后呢我们才可以透过这个性质去求的平面的方程式 那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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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